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为什么我其实从上个月就想给你们做这期视频拖到现在呢 因为我今年在9月份的时候预定了一双我超级期待的大腿靴 而且现在已经到12月份了 我问我的sales还是杳无音讯 所以我决定不能再让小伙伴们跟我一起在等了 那么今天呢 我带了10双不同的长短靴 是我今年秋冬非常喜欢的靴款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年秋冬我买的第一双靴子来自于Stella McCartney这双鞋 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已经在我鞋柜里面少有耳闻了 然后今年它映入我的眼帘 是因为你们知道 今年秋冬非常流行靴子的两个元素 其实也不光是靴子鞋子 一个是方头 另外在靴子上就是这种厚底 很多品牌出了不同的平底也好 或者高跟也好 那但是靴子的高跟厚底的比较的少 所以Stella McCartney这双就映入了眼帘 那么我选它其实是我觉得他们家真的这个理念很环保 他们家是应该是在整个时尚圈燃起环保理念之前 就一直在很低调在用它的包包啊 皮鞋啊都是仿皮材质 并且是很好的这种仿皮 那么说到这双鞋呢 我选它 一个是我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到厚底鞋 它稍微会容易显得有点蠢 但是这双鞋整体感觉是非常秀气的 无论是脚面的这种宽度啊 还是靴筒的这个窄度 这双鞋呢 确实比较适合比如说你的脚踝比较细的这样的女孩子 因为它高度已经到了小腿肚子这个高度 说到走起来哈 可能你们会问说姐姐这双鞋好不好走啊 可能看着有一点点的沉重 它确实是比较的沉这个鞋底 是这种比较厚重厚实的这种胶底 但是其实我想了一下 如果在你走路的高跟鞋的这种靴子里面 它如果鞋底很轻的话 你非常容易崴脚 那么这个跟高有115毫米 然后水台有35毫米 其实走起来还是比较的稳的 另外这双鞋上脚还是非常的秀气 有延长腿型效果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也再找一双高跟厚底的靴子 或者你身材比较娇小 喜欢比较高跟的靴款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的三双鞋都是我的品牌之二 来自于Sanel 这一季的Sanel 我真的要给它大大的点赞 无论是它的服装还是鞋子 就是款式百花齐放 另外就是适合的风格 真的是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层 或者说你的是成熟一点 女生一点 帅心一点 就从鞋子到衣服完全cover住 这一季简直就让我觉得天哪 这双鞋子也喜欢 那双也喜欢 到底买哪双 结果都都买回来了 像我这么一个喜欢彩色的人 就是黑色靴子 我真的一般就会说 哎呀 太多了不买了吧 但我这一季又剁手了这双Sanel的短靴 这双靴子我觉得真的超级百搭不挑人 虽然它看的非常的普通 有没有 但其实我觉得越是这种普通的鞋子 越不存在过时一说 而且无论是说你是比较帅性帅酷的女生 还是哪怕你是穿小洋装 很有点娃娃气的女孩子 这双鞋都可以 另外无论是你的腿型是比较细的 健细的 还是说比较有肌肉 比较健壮的这样女生 也都非常适合 因为它的靴桶是直筒 它不会说去整个包裹住你的脚踝 所以另外非常适合穿载裤或者裤装 那么这双靴子我还想给它一个赞的原因 虽然这面非常低调普通 但侧面有一个logo在你走路的时候还可以看到 最点赞的是它的鞋底 我觉得今年的Sanel的秋冬款的靴子 让我觉得它有用心在考虑到 我们想穿你的鞋 想多穿一些 为什么 它还是做了这个品牌的目的 但是它attach了这个robber 而这个robber跟刚才的Stella McCartney又不一样 它是很轻的这种泡沫robber 就像我之前买的R13的靴子 我觉得它非常的轻便 非常的耐穿 所以极美们这双靴子我非常的推荐你们 接下来的这双靴子还是来自于Sanel 但是跟刚才那双不一样 这是一双它经典的Laze Up 我所说的经典指的是这个绑带靴款的元素 那么这双鞋其实我在买的之前有一点点小犹豫 买了以后又犹豫 为什么 我先开始犹豫的是说 哎呀我自己是不是圆头鞋对我来说太可爱了 我喜欢方头的或者是尖头的靴子 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这种厚底的靴子 方头的我们刚才有了Stella McCartney 可是尖头的话做成厚底是不是蛮怪的一种形状 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Sanel它的源头确实很优雅 所以我就买来了 买来以后什么叫纠结呢 纠结我还不要买其他的颜色 这双靴子我真的超级的推荐你们 如果你是一种比较可爱的女生 或者你想找寻一双浅色的靴子 这双靴子绝对是今年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双 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多 Sanel在全球分配的颜色不一样 我在亚洲有看到深灰色 那么美国还有深蓝色和这个驼色 米坨色配的黑色也是非常的经典 那么我在选的时候 我是想选一双白色的 因为灰色的靴子非常的少有机 你们去想一想 但是这个灰色又非常的洋气 配了白色鞋头 你可以配白色的仔裤啊 浅色啊 坨灰色系的都没有问题 浅蓝色的牛仔裤配上去也非常的好看 另外这双鞋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注重实穿 从我去年开始买Sanel我就发现 它的LACE UP的鞋款的这个鞋舌头非常的厚软 就不会让你觉得这个系上以后有压脚面的感觉 另外它选择的这个靴口是用天鹅绒材质拼的这个帆毛 再拼的这个细牛皮 元素其实是很丰富的 然后这双鞋我就要夸夸它的鞋底 这双鞋底跟刚才的那个Robber不一样 但它是这种有点感觉像我们小时候穿的牛津鞋的鞋底 也很舒服很实穿耐穿 所以overall如果你是一个可爱风格的女孩子 或者你想挑选一双浅色系的鞋款 当然不要推荐你们这双鞋 接下来这双鞋呢还是来自于Sanel 你们知道金美猫我是一个喜心不厌旧的女生 对人和鞋子都是这样 那么这双鞋子如果你们熟悉我的频道的话 会知道去年秋冬我就买了它 我真的是从去年秋冬穿到今年的早春 一直到今年还在穿 它可以为的上是神到经典鞋款中的经典 真的Luralee品牌每一季都会出一模一样的鞋型 只不过呢每一季它会在细节处都所改变 比如说今年在20初春的这个鞋款里面 我有看到它在皮子里面加了一些闪银的材质 那么从去年的时候 我其实我肯定这双鞋子 我留意过很多年 但去年我才把它上脚去试 为什么 因为我在陆续买的 其他的Chanel的鞋子里面 我都会发现它的鞋底 你们有看到 就是这种厚底的目的 我觉得就是说再好看 我也不太能穿 穿了魔脚我也不喜欢 并且它是一双黑色 所以我就不那么着急买 但去年我在专柜试的时候 它出了白色 我当时就想要 可是没有号码了 所以我就试了黑色 我发现黑色也很好穿 所以我就收了 为什么我发现 就是从去年开始 它的这个鞋舌头 是有这种泡沫填充在里面的 所以特别软 尤其让它的这个鞋子 跟刚才这Lace Up不同 它的Lace Up更高 然后并且更紧鞋子 然后是这种金属的 所以它其实对脚面的压力 会比较的大 如果这个鞋舌头 没有这种很好的这种 隔和隔离的话 那么它在鞋舌上 做了这种填充材质 就让我觉得非常软 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另外其实 你们看小细节 我去年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的这个鞋舌头 是Attach到前面的 这个Lace Up 你们知道我们穿这种 尤其高筒一点的靴子 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穿裤子 或者穿袜子的时候 它就蹭来蹭去 跑来跑去 或者你走走路 这鞋舌头就歪了 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我觉得会影响美观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 超级的贴心 然后这双鞋呢 是这种滑牛皮 我觉得皮子非常好 如果你打蜡或者怎么样 它的这种皮子的光泽 会非常的亮 那么overall这双鞋子呢 它跟刚才的这双 Lace Up不太一样 它的靴头比较的高 并且它overall来说 再比一下 是比较瘦的这种鞋型 所以其实很有延长腿型的效果 那么这双鞋呢 同样 因为你每一季都会买到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的这双靴子 你们应该非常的熟悉 因为在我的频道 我真的有反复的穿搭 来自于R13 这双靴子应该在我去年 19年早春的时候购入的 但是也是同样 我穿了很久到今年秋冬 我可能穿的比那双 Sanel的刚才的comby boots 还要多 那么这双靴子 我为什么又重新拿出来 来推荐给你们呢 我非常开心 在去年刚出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断货一票难求 然后后来呢 我又发现早春的时候 品牌没有再出这双靴子 我就有点sad 我觉得哎呀 是不是给你们推晚了 你们买不到了 但是今年秋冬的时候 我超级开心 就是品牌又把这双靴子 定为它的经典款 很多商家都有库存 并且马上到折扣季 非常值得你去看一看 有没有好的折扣哦 那么这双靴子 首先呢 我去年在买的时候 它已经是有这种厚底的材质了 去年的时候 很多品牌没有出这样的风格 而且它是有一点 一种马丁靴的感觉 而又比这种 比如说我们这个 Dr. Brown这种靴子 做得更细腻一些 然后鞋型更好看 另外我上脚以后 我觉得首先不用说了 它瞬间的增高 你看四五厘米的这个高度 对不对 毫无痕迹的就变高了 然后另外它的这个靴子的 lace up 还后面是这种 就是拉链的 其实我平时穿的时候 就松松地把前面系好之后 不用调节非常快 然后踩上去就好 有几美人问我说 姐姐这双鞋好不好穿 答案是非常的好穿 我会配一些丝袜也好 或者棉袜 那棉袜可能皮鞋的话 穿一穿会松 所以穿一些棉袜呢 也是可以的 这双鞋最重要的是 它的是这种rubber sole 它也是目的 attached到rubber sole上面 除了增高以外 就是超级的轻便好穿 那么去年呢 我买的时候 我有一点会去想说 它是不是这个皮子 超级的细腻 是不是很容易划伤 我好像买了以后 就给它划了 但是其实呢 你们有看我穿了一年哦 反而鞋子的维新度 超级的好 我也没有特意的去打油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 还是没有这些 就是说很脆弱的这种担心 并且你们有看 它这个鞋底的纹路 非常的清晰 我有穿一年多哦 还是这样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 非常推荐 接下来这双靴子 我好开心啊 我知道我是后知后觉 我知道很多极美大神们 可能你们在18G的时候就买了 我真的是有点落后了 但是这双靴子 我很开心收到 所以今年我还是要拿出来 因为我刚刚买到的 它是来自于 Old Celine 18G Tudent Ready to Wear 还是Phoebe Fellow 应该是在任的最后 以及交接任的时候 出的这双靴子 非常有Old Celine的风格 我当时其实非常想买它短靴 然后中间是黑色 配米色的那一款 我看到其他的 极美们 或者说博主在穿的时候 就心很痒痒 但是我这个人呢 又是那种 不是特别追时髦前沿 你们有看到18G哦 它就在出这种细长的鞋头 然后小方头 我对这个新鞋的 很多元素的接受 还是要我自己 完全消化以后 才愿意去入手买 我今年真的 我想都不想 我就说如果我还能买到 我就很知足了 没想到还有六折 我的号码 不过这双靴子 我买的是38 因为它 我想到它是尖头 所以还好 我觉得我穿上以后 也完全没有问题 不觉得它偏大 不觉得它 就是我38穿起来大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另外这双靴子 它是这个翻毛 拼的是蟒蛇 蟒蛇皮的纹 我觉得还是很霸气的 那说到这样的靴子 唯一就是穿的一点 就像这种中分的靴子 我觉得你还是穿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 尽量把它拉直 无论是这种极西的 我觉得极西的还好 过期的这种 就是中间中分色的 我就觉得特别挑战 因为你很难在膝盖的地方拉直 你走一走跑偏了 整个腿型 看上去就不是特别好看 那我在穿的时候呢 一般会配这种 黑色深色的载裤 尽量就不让在 腿部的线条上 再有其他的分段 Overall那双靴子 我很喜欢 然后它是7.5厘米 8厘米吧 也特别好穿 所以我超级的开心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过渡到大腿靴 我们刚才说的 短靴极西靴 接下来的这双靴子 如果你们看了我上期视频 会猜到 是哪双靴子 让我在原价的时候 忍不住剁手了两双同款 就是来自于 Pranda Schooler的这双 这双靴子呢 现在看回去 我给你们看一下 刚才Seline的那双靴子 原来超级的像有没有 就是这种尖细长头 但是是小方斜头 原来我很喜欢这样的靴子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靴子 其实它有女生 还是有这种女生 优雅的一面 但是也有很帅性的 这种小方头的感觉 就是不是这种 短大的这种大方头 所以跟刚才这样的 这种方头靴子的感觉 还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这双靴子 我穿了以后 我最近真的穿的好多呀 我觉得它好好穿啊 就是首先呢 我最喜欢它 肯定是因为它有 之前给你们讲的 能够在膝盖 或者说在这个腿部 任何这种堆砌感 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是这种仿皮材质 而它的仿皮又做得 非常的逼真 所以很有质感的一双靴子 但是体现在价格上 又很划算 原价的时候900多 这双黑色呢 因为我现在看到 毛森人很多不同的电商会有 所以我很推荐你们去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折扣 那么这双鞋 另外在我穿的时候 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那我肯定就是光腿穿嘛 在这个膝盖有堆砌 或者搭配裙子 但是我上周出去接拍的时候 我发现 它的延展性超级好 就是我穿了载裤在里面 瘦腿的载裤也非常好这个效果 并且你知道就是 纺皮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是真皮 它皮子就是你延展开了以后 收缩度不是那么好 就越穿越卸 但是纺皮我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里面套穿这些载裤什么的 完全不受影响 Overall这款鞋 还有它虽然是9厘米 可是真的超级的好穿 很好走 非常推荐 接下来终于为你们揭晓 我买了同款哪一个颜色呢 是这个象牙白的奶白色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的高级 超级的好看 我迫不及待给你们看我初阶穿的照片 我应该会配一个图片在这里 然后这双靴子 其实literally我看到这双鞋 我瞬间想都没想买的是这双白色 而且我用Mawson找了一件 真的只有一个电商 有一个电商宝贝买 我怎么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黑色那双 真的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商家有在Mawson 然后看着有差价 我当时就想 哎呀 那我就来一双吧 其实它在秀展上还有一个杏黄色 我都在想 它这个青黄色现在还没有在线下发售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区域 现在目前没有 或者整个欧美区域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都是在游游 可能还会在 可能那双我会等到打折的时候会买吧 然后这双靴子 它跟你这双黑色 稍微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它同样是一种仿皮材质 就你们在想几美们 就是白色的大腿靴的选择太少了 就这么多年我看起来就非常的少 另外还有这种 就是今年以前 再要点时髦的元素 你再挑挑款式 那真的没什么可挑了 这双靴子从款式到好走程度 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的完美 然后另外我也不用说穿出去以后 特别的小心或者心疼 因为它毕竟不是真皮子 所以它比较的耐穿 overall如果你想找寻一双浅色的大腿靴 我觉得绝对不能错过这双鞋姐妹们 到了今天最后两双鞋了 因为我觉得前面的鞋子呢 应该是比较务实的对不对 就算大腿靴那个颜色 不算特别务实吧 但是呢 在静姐的鞋柜里 怎么能少了那些比较特别的鞋款呢 你们知道我每年都会跟你们讲说 我好像都会去买storeways嘛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比较的务实 但是今年我觉得乌务实的鞋子太多了 可是他们家折扣的时候 我又想说去他们家网站再看看吧 结果就被我找到了这双 有没有超级的精美的刺绣 而且白色的这种沙网的鞋 又是一双我觉得真的是太难找到 太难找到了 它我上腿了以后 我觉得它真的去贴合腿型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是这种盖过膝盖的感觉 我觉得这双靴子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 这就叫buy your responsibility 这双鞋已经是四折了 然后final sale 我想说怎么能让这么漂亮的鞋 放在那没有人买呢 然后另外我想跟几美们讲 其实在storewaysman的官网 在美国的时候 它是其实可以选择鞋的鞋型的宽窄度 就是有窄型中型宽型 比如说你们喜欢的5050也好 或者是他们lowline highland 但是可能在国内的专柜 统一进货的都是中型鞋 这双鞋在官网上没得挑 它就做了一个中型 那么我平时在买的时候 也都是中型的鞋 我觉得穿的比较舒服 那么官网上它说的是 100毫米的鞋跟 但是我觉得穿上脚以后 也完全没有问题 鞋子超级的轻 它虽然是白色 但是我觉得质感 这种刺绣非常的漂亮 如果我穿的话 我想我可能配一个 这种白色的连维裙裙 包身的也好 不包身的也好 都非常的漂亮 哎呀呀 都到最后一双鞋了 为什么这么开心 冷静冷静 清姐的鞋位 怎么能赏了那些 非常扎眼的那些 超级无敌闪亮鞋款呢 亲爱的这双 Literally是我在拍视频之前 才把他们从鞋盒里请出来 来自于Geranto Ross的一双 水晶网靴 网蜡靴 天哪这双靴子 你们知道就是 我觉得你们超级的可爱 就是去年的时候 你们看到一些适合我的鞋 会爱的我发给我 去年的时候 Renie Cavilla出了一双 这样水晶感觉是鱼嘴 的鞋子 我当时没有选这双鞋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钻 颗粒更大 可是它是用这种网线一个 链上的 一会儿我细节给你们看 这双靴子是一双网袜靴 它是一个 我自己就有这种袜套皮 我觉得它就是能在脚面上 更好的包裹住 并且它的这个水晶颗粒 非常的细 很小 所以它就让你的光泽度 就不同的光线 反光的感觉就更亮 然后另外你知道Renie的鞋呢 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好穿 对我来说 但是Jean de Rossi 我非常的有信心 我很喜欢啊 我觉得他们家能把实穿 和这种舞台感结合的这么好 我怎么能错过呢 另外这双鞋子它打了六折 跟Renie的原价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想想它肯定还是做工 Double非常的漂亮 这双靴子简直就是完美 然后水晶 配上这个Metallic银色的这种鞋 这个皮质 我觉得天哪 你绝对是 节日中最闪亮的那双脚 然后而且你想想 它其实配整个黑色的西服 整个或者说你身比较深色 但鞋非常亮 也是非常扎眼漂亮的 好了宝贵们 这是这期秋冬靴款的集合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为视频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哦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